今天是12月31号是吴云农的生日 而明天1月1号也这么刚好 就是刚刚帮他辅选的王世坚的生日 那助理为了帮他过生日呢 找来媒体一起帮他庆生吗 当然不是 是找媒体一起来恶搞他 怎么样的恶搞方式 王世坚吓坏了 好 换个星期我们来关注一下 曾子丹的功夫片 最后代表作叶文四 从上映到30号 短短11天全台票房已经冲到了 一亿1050万 成为今年度华语片的票房亚军 而导演也公开放出了所谓的大彩蛋 今天天气好冷又下雨 或许可以看个电影哦 好 今天晚上已经准备好 要去哪里跨年了吗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要待在家的族群 我们来看看 除了台湾的跨年很精彩之外 各国城市的跨年烟火 还有各系的活动 其实也备受打主了哦 好 也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珍惜 现在我们在台湾这边 享受到的跨年气氛 因为在香港这边 这个年真的很不好过 在香港天水围 突然有遭到十多名的镇报警察 封锁了出入口 只是为了要来逮捕 张贴文宣的民众 其中包括了五名女子 被迫蹲在地上 有一名孕妇当场呕吐了出来 好 另外蒋家第四代蒋友伯 去年跟她老婆传出了婚便 两个人十多年的婚姻正式走到尽头 没有想到却在今年的最后一天 再报两个人因为赡养费的问题 今天将第四度对不公堂 好 2020年即将到来了 有一些心智要陆续上路 我们一次告诉您 包括基本工资调账 时薪来到158块 月薪逼近2万4 是蔡政府上任以来第四次调账 打工族说真的是超有感的 其余像是二到三岁幼童纳入 托余补助 最高也有1万块 另外还有众所税 基本生活费调高 老农津贴调高等等 政府离推攸关民众权益的 福祉政策 好 说到这次立委选战 这次总计有19个政党 推出了部分区名单 其中新兴政党的部分 我们要来看一下台湾激进党 他们走左派主张台湾独立 党首席陈一锦认为要面对中国 我们必须要让国会当中有更本土的势力 另外亲民党不分局提名人刘悠彤 在2019年最后一天把握时间冲刺 跟着国台民一起在土城中和来扫街拜票 而他之前曾经激动了在造势活动当中 哭了出来 他说原因是因为他对泛兰体系出身的 但是却对这次的国民党失望透顶 希望选民可以让亲民党补位 好 今天是跨年夜了 不过今天如果大家有要准备出门跨年的话 要记得衣服一定要穿够 因为外面真的还蛮冷的 另外还要再带把伞 因为又会下雨 那银树光这一天 1月1号天气似乎也不怎么样 所以银树光的几率似乎也小了一些 医生这边有什么要交代观众朋友的吗 先来谈谈台北的部分好了 刚刚应同也有讲到 就是包含了曙光还有跨年的烟火 让大家非常担心 因为现在台北的天气似乎不是那么好 尤其这个雨是不断的一直下 这个东北气风是在让大家非常的头痛 带来饱饱的水汽 不过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接着我们透过雨区的分布 带大家来看看说这个雨区的变化了 虽然说现在下午的部分 下午雨区还会集中在宜花地区 甚至包含了山区跟平地都会有零星的降雨 但是有个好消息是 气象局说到了夜晚之后 八点过后准备开始热闹开始了 要倒数跨年了 这个时刻慢慢就会转为干冷的天气形态了 只剩下大概是基隆 还有宜兰的平地需要留意 可能会有零星降雨 中南部更是好天气 整体来说都是偏干的 更到了明天 如果是元旦放假准备出游 也不用太过担心 同样就是北部的地区会有零星的雨势 其他地区都是可以放心出游 安心出游 不用担心说可能会有下雨的状况了 但至于如果说您要看烟火 到底哪边看烟火才是 可以看到完美的烟火 不怕说有这个天气扰乱呢 先来看看最热门的台北101好了 台北101温度只有14度 就像刚刚一彤提到的是非常的冷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是要留在台北跨年 戴件后外套还有围巾了 至于降雨期率的部分 也到达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呢雨具雨衣 建议都是攜带在身边的 中部的朋友可就不用担心了 降雨期率只有百分之十 温度一样是冷嗖嗖 所以还是要穿多一点 南部的朋友 一大跨年的话 可以放心看烟火了 不但降雨期率零 甚至温度宜人 来到了十九度 如果是要充速光的话 提醒大家太平山三仙台 还有阿里山的部分 因为云层偏厚的关系 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往这三区去 反而是墾丁的部分的话 南部看得到曙光了 这个是比较建议大家的 最后为大家耸整理 三日的天气变化 刚刚提到跨年夜这一天 短暂雨中南部是好天气 不过低温下滩十四度 明天元旦呢 是要慎防这个清晨的冷空气 还有东半部地区呢 还是会有零星的降雨 所以上曙光呢可能没有机会了 至于看到呢后天呢 云南过后呢天气开始慢慢变好 东北季风减弱 各地转为多云到晴 但是这个温度也会回升到五度左右哦 所以衣物的增减呢 提醒您还得特别留意了 以上天气资讯提供给您 华联县长徐真卫上任满周年 在民调上面开出红盘 有71.03%的民众 对于徐真卫的施政表现相当满意 另外对于花莲县政府团队的满意度 也有高达70.12 徐真卫一再感谢县政府团队的配合 更有八成以上的民众认为住在花莲 超级幸福有感 桃园市府推动水患自主防灾社区有成 今年提报来评借六处社区全部获奖 前市桃园来辅导民间力量投入防训 相当成功